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家播出 第七十七集 红肠 一白市地震过后 杜曲一整天都有些不对劲 其实 事情从早上起床时就有些端倪 她一边刷牙一边打开电视机 以往她并没有这个习惯 手里拿着遥控器换了好几个电视台 终于在新闻台停了下来 电视里在实时播报一白市地震后的救灾情况 部队 武警 消防 还有医院抽调人员 在第一时间赶赴重灾区 红十字会启动四集应急响应 都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展开了全面救援 全国各地都在踊跃捐款 还有志愿者响应 要赶往救灾区帮助灾民转移安置 杜曲含着一嘴牙膏墨子站在电视机前 盯着屏幕上每一个角落 看见的全是杂乱废墟后的灾后场景 有拍摄到军人和消防的身影 她的目光就特别专注 直到新闻结束 她关上了电视 觉得心里总是有哪里不踏实 仿佛有根无形的线拉扯着她的心 杜曲抿了抿嘴 忘记了嘴里还有牙膏 咽了一半进肚子 嘴里胃里都是一股薄荷的味道 她心里陡然一股烦躁 简单舒适 出门去吃早点 一百多公里外正在强行救灾 这里的早晨却仍像过去的每一个周末那样 悠闲轻松 以前的周末 她早上习惯吃个三明治喝杯咖啡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路过煎饼摊子的时候 留下来排队 杜曲肩宽腿长 在煎饼摊面前 有着鹤立鸡群的效果 摊主呢是个中年妇女 瞅了她两眼 从鸡蛋篓子里 选了特别大的两颗打碎在饼子上 又撒了大把的香菜葱花 总之料给得十足 杜曲吃了一口煎饼 甜和辣的结合充斥着味蕾 她皱着眉 把煎饼吃完 胃是甜饱了 可是心里的烦躁又增无减 周末从不安排面诊 以前的每个周末 她做些什么呢 和朋友聚会 看书 或者干脆去打打拳出一身汗 可是今天她想了一圈 这些活动似乎都失去了吸引力 打开一本最新的心理学书记 翻了几页 一个字都没有进脑子 杜曲感觉到心底这股造诣 几乎要从胸膛里窜出来 她拿出手机 打开联系人名单 想找人出来喝酒 在看到徐归舟名字的时候 突然停住动作 昨天把她送到消防大队 晚上她给她打了两个电话 都是不在服务区 她明着嘴唇 点击拨打 这回很快地就被接了起来 杜曲心陡然用力的一跳 咚的一声 在她的胸口回荡 她几乎要怀疑 电话那头都能听得很清楚 喂 徐归舟的声音暗哑低沉 她皱着眉 刚有些暗暖下去的烦躁 又拱了起来 和她说了几句话 了解了具体情况 不用她说得很详细 她也能猜到她有多辛苦 杜曲很想和她多说几句 但又是不忍心 占用她难得的休息时间 心情又沉有门 造诣梗质 在心里窜来窜去 急欲地找到一个突破口 她突然开口问 你们那里缺不缺心理医生 电话嘟嘟嘟地突然就断了 杜曲再拨过去 无法接通 是手机没电 还是有什么突发情况 杜曲这一下不躁了 全化成了浓浓的担忧 她拿着手机又打 提示对方关机 杜曲到书房打开笔记本电脑 飞快地查 报名志愿者的渠道 既然在这里心情起伏不定 又躁动又担心 不如过去亲眼看一看 就在下决定的这一瞬间 心头那股烦躁通通消失了 转变成为一股急切 她很想马上就出发 到了下午 正规地申请流传通过 红十字会的人电话联系她 表示十分欢迎她的加入 尤其是灾害后的应急救援 对医护、消防、水利等 具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最欢迎 几个重灾县城 交通刚刚开始回复 志愿者定在第二天清晨 早上四点出发 度取结束通话后 又联系了工作室的前台 把之后一周的行程 全部取消 还有诊所开业前的准备工作 她打算交给蒋成处理 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咒服夜出的蒋成 正在睡午觉 说话含含糊糊 我说哥 今天礼拜天 现在几点 不会是 我们这里也地震了 你来通知我逃命的吧 我怎么没觉得晃呢 你可闭嘴吧 度取听她拿地震打去 声音严肃 我要去一次灾区 估计一个礼拜时间 承索有些事 要处理的我都发邮件给你了 可能也没时间和设备上网 你看着办吧 沉默突如其来 随后 蒋成声音拔高八度 我的老天 我没听错吧 你要去哪 灾区 什么灾区 地震灾区 度取沉默了一下 捏了捏眉心 你以前补课全靠副毒机是吧 蒋成说 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缺少关爱 都说医者不自医 怕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了吧 是抑郁症还是狂躁症 要真由你说出来 让兄弟们也乐呵乐呵 不对 我觉得 这是圣母病发作了 是不是新闻看得难受 咱们捐钱呗 还难受 那就多捐点 不用自己亲自去吧 杜取被他气笑了 随口跟着胡走 行 你出钱 我出力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第二天一大早 天还没亮 杜取来到约定出发的地点 志愿者已经集合了很多 大部分在搬运 政绩家庭包 毛巾等物资 杜取找到负责人前到 一辆鲜红色的法拉利 从空旷的街头中 翻窜出来 骤然停在路边 杜取看到车前 熟悉的车牌 感觉头有点大 蒋成打开车门 下车 从副驾驶位上 扛了个纸箱下来 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 蹭蹭蹭地走到杜取这边 杜取看了一眼箱子 想起昨天的通话 额头青筋 忍不住跳了跳 你是为了同一个梦想 来圈钱了 现金 蒋成把箱子往地上一放 揉了两下腰 我是那么俗的人吗 手机一划转账的事 我会扛着来 这是惊喜 说完他蹲下去 去把箱子打开 露出里面真空包装的红肠 他一本震惊地说 当地震成那样了 肯定没什么好吃的 面包饼干这些 吃一个礼拜没营养 要营养跟得上 肉不能少 我想了一晚上 红肠味道不错 又容易保存 这里足足一香 顿顿吃都够了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一集 等你哦